你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蹈 会成为新的广场舞教科书 广场舞的教科书 能看到那个医工的那个舞 可能比较可爱的那种 小人们都在玩手机 我决定了想离开这里 但从我每个玩的啤酒 不然想答应的电话给你 其实我是 虽然老歌手 但是其实我在舞台上 跳舞的时间加起来 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就三十年的工作 第一次上台跳那个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那个舞蹈的时候 我是惊恐万壮 我无数年 我不知道惊恐万壮 这个词语就是 是什么样的状态 临上台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 就一个人可以绝望 和惊恐到这样的状态 太可爱了 阿堅老师 我们的舞蹈老师 拯救了我 她说对岗姐 你从来没跳过 但是你只要给出表情就好 估计我那一刻的表情 就是广场舞的那种表情吧 就是那种 管它错不错 我就是没 对 意气风发 舍我骑谁 就差个丝巾了 如果能够成为大家 新的广场舞的那个饭本 也不错哦 而且以前我那些甜歌就是 都是广场舞的主旋律 茶山的阿妹 叫我呀 阿耶耶耶耶 叫我呀 我每次我一听说 怎么那么吵 一放我的歌 我都不作声赶紧溜走 就是你的歌最吵 听说在医工的时候 好像还有尝试的Rap 真的呀 对 尤丹菲 人生第一次Rap 我都不顾芳子上搜 像镜花水月的粥 但我放着手 就开始扭曲到中 一份安生时 换了我的羊耳肉 不看片段 我都没法脑补这件事情了 就是 这个录音老师吓一跳 他说 葛文姐 你还可以这样吗 因为你在我们当中 你一出来都是像 森林那样 鼓针出来的 那种飘飘新鲜的 你还可以Rap吗 但是我在录音棚 也有录了一下 然后现场录一下 老师说你Rap出来的时候 我都在跳迪士库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陈峰帕朗的姐姐里面 最大的收获 就你发现了一个 从未发现过的自己 对 就突然觉得 找到一个新的自己 真的 是很了不起 很神奇这个节目 有种重生的感觉 对 我就觉得似我非我了 那时候我是谁 我是谁 我在哪儿 人类最大的问题出来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做事 我要去哪里 上升到哲学高度了 哲学者 陈峰帕朗的姐姐 可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 看医工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那个组 我跟组儿还有颜希 我们是在水里面跳的 如果重生的 真实的存在 最飘向一切 为力再来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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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冻僵了他们已经 冻僵了 我们在水 水槽里面跳的那个舞 而且一定要把那个水 踏起来 然后那个靴 马丁靴里面全是水 就是那种超空的那种 水花就整个炸起来的那种舞 然后也是第一次尝试 那种尔本的音乐 就是常常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那么酷炫过 对 因为我们最后那几个动作的时候 那个光从后面就是 那个红色的光柱 特别特别漂亮 对吧 我都很酷 我都从来不觉得自己 怎么会这么酷的那种感觉 这样吗 就是真的有一种 大家各位姐姐之前 老花们都知道都认识 但是在舞台上之后 一定会让老花们 重新认识一下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看的节目 就是这样 这下来 还蛮多小浪花 他们看了姐姐节节目 然后专门去学跳舞的 我是看了第一集以后 那个时候我是你们的小浪花 我还没参加嘛 然后我就说 看完第一集我马上就 因为阿堅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我马上就约他下午茶 我说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再身份介绍一个 鼓道老师 我要学跳舞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要参加第二季 但是已经鼓励我去跳舞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神奇在这里吧 对 太多女性因为这个节目 改变了对自己的认知 说我不行 我老了 我不能做这个 现在觉得 我可以 对 我可以 很重要 对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 已经做了很好的心理建设了 接到很苦 很难 好劳火 然后来了以后发现 妈呀比我想的还要苦那么多 崩溃了 吓掉了整个人 我就很想翻墙跑了 你唱不唱 然后我回去 我还看下我们那个行动轨迹 这边有十个宝 这边十个宝 然后就看下我们的变得 一个火 算了 火车 我跟叮叮现在听的 就觉得说 回到了我们那时候的状态 我来之前 我是有想过就是被问说 你有可能做 你有想过做队长这件事情吗 我想说做队长 就是得要有很大的责任心 我心里还给自己做了 那个心理建设的 我说我可以做队长 结果我进去之后 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那一刻 我觉得有点崩溃 解压 来 解压 来 解压 解压 所以在这节目 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动心的就是 姐姐们永远都说你可以的 就大家刚刚说的那样 你可以的 需要经历过那个坎 就是感觉哭过之后 OK 可以了 对 而且这节目也是通过 就是可能看的人 也会鼓励所有的姐姐妹妹们 就是你要直视你的困难 不要躲避 因为通常我们会回避 就觉得回避一下不是很舒服吗 那么多困难 我不要赢困难而上 过会再说吧 先喝杯咖啡 先吃点什么再说吧 可以 不行 我们下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问题 然后是给到安友琪姐姐的 作为超级女生第一位总冠军 时隔十六年再次参加比赛 你看 都十六年了 有没有想过自己走到哪里 其实希望是可以走到后面一点 就是能够多走一期 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吧 这么说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来的时候 太紧张了 你们也看到我 就是出场秀的时候 我马上快四十岁了 我是觉得摆在我面前的舞台和机会 几乎是零的 所以就是那个心很重 带着那个很重很重的心 来到了这个舞台 就所有的状况撞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我下来之后 非常非常地自责 我非常地自责 然后那天也就忍着自己 就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成年人就是总是习惯了 要压抑自己的一些 要崩溃的情绪 然后忍着就是自己不能哭 我就那种自责的状态 然后一直延续到 我整个回到北京 回家里之后 我才特别大的崩溃 然后在家里哭 我要忍住 我要忍住 别 别 别 开心 开心 姐姐一样 开心 开心 姐姐一样 也不用自责 因为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都会在舞台上犯错 我也会唱皮叉 这是很正常的 但我觉得就是 那个木兰 你也跳得很好 尤其 我觉得这是成功的 就要看到这个成功点 要用这个来鼓励自己 别的 我后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觉得 我至少我完成了 而且我觉得我完成得很好 所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那 就很多事情是你控制不来的 我们那时候相互故意就说 我们